东南科技大学与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合办的网络与通讯工程产学训专班 就有1600个小时的课程 培育学生拥有专业技术与实务经验 第二期捷训学员证兆的考取率高达了9成以上 校长李轻盈表示 透过了专班的开设 学生不但可以学习专业技能 也获得了专业认证加值 未来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 更有高薪保证 东南科技大学与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合办网络与通讯工程产学训学分学程 12月22号上午举办第二期专班结训与第三期开训典礼 东南科技大学校长李轻盈指出 透过专班开设 让学生不但能学习专业技能 更能取得专业证照 像是第二期学员网络架设以及证照通过率就高达了9成以上 全班有25个人 那他们拿到24张的证照 所以他们等于是90几%的一个通过率 那我要讲的是说 在一般社会 他们的通过率只有10%左右 那我们学生参加了这一个班 我们的通过率是90几%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产学训专班一年一期 在学生大二下大三上时进行1600个小时的课程训练 上课的时间相当紧凑而充实 在第二期结训学员当中 唯一的女生彭新荣就表示 每天早上8点半就必须到专班报到 而她也和一般男生一样 不管是体能训练 专业技术或实物操作都得样样自己来 但是辛苦过后收获良多 一开始会真的很辛苦 就觉得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早 因为我住深坑过去要一个多小时 对然后我每天就是这样通勤 所以可是我学完我真的觉得 嗯真的很有用 而且老师又帮我们提供工作 每一个礼拜在我们那边上课四个整天 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5分 那中间就是休息一个半小时 那他们上的课程跟学校最大不同 就是都是实作的课 学校是理论的 那到我们这边就是完全要实际操作 那这样实作的课程 也会搭配到他们之后的 所谓技术试证 技能的检定考试 这个产学训专班除了辅导学生考照 更主要的是为业界培育资通讯专业人才 因此结训学生在专业认证的加值下 能够直接进入产业工作 东南科技大学校长李清盈就表示 学生在学习期间除了有保障薪资 有的更因为专才受到重用 就是学生能够参与 然后让人到社会上其实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做这些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加上其实我们觉得东南的学生出来 水平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素质也不错 所以我们跟东南做这个合作其实非常高兴 第二期的学员将圣火传递给即将开训的学弟妹 代表着梦想起飞永续传承 东南科大表示 透过了产学训专班的开设 达成了理论与实物相辅相成 希望让学生能具备真正就业职场所需的专业技能 不仅找工作不用烦恼 也能够保证高兴 记者杨邦有超方奇深坑采访报道